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经典名著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社会批判,安娜的爱情与悲剧 二,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比夏,侦探福尔摩斯的智慧与冒险 三,三体,刘慈欣的科幻巨著,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社会批判,安娜的爱情与悲剧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讨托尔斯泰的杰作,安娜·卡列尼娜一部充满激情、悲剧以及对社会矛盾深刻剖析的小说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段禁忌之恋的故事,更是托尔斯泰对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深刻批判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不失幽默的方式深入探讨这部作品 首先,我们得承认托尔斯泰在命名方面可能缺乏一点创意 安娜·卡列尼娜听起来就像是俄罗斯版的命运多舛的女人,但别被这个标题骗了 这本书的内容远比她的标题复杂得多 故事的主角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位美丽、聪明但不幸的女性 她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她的爱情故事开始得很美好,但最终却走向了悲剧 这听起来像是俄罗斯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只不过这次的朱丽叶有了孩子 而且,她的罗密欧·瓦隆斯基远没有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浪漫 安娜的故事是对社会规范的挑战 她不满足于作为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角色追求真爱 最终却因为社会的偏见和双重标准而遭受惩罚 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故事 展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虚伪和不公 但安娜·卡列尼娜不仅仅是关于安娜的 托尔斯泰还描绘了一系列其他角色 通过他们的生活和选择 探讨了爱情、婚姻、家庭、社会地位和人类的道德责任等主题 比如列文,她几乎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代表了作者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对社会改革的渴望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现代电视剧 那么它绝对会是收视率爆表的大热门 有爱情、有背叛、有社会批判 还有一点点的农业经济学 是的,你没听错 托尔斯泰确实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 这可能是19世纪版的财经解读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更是托尔斯泰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通过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窥见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 以及人性中最美好和最黑暗的部分 而且,如果你喜欢对农业经济学的深入探讨 那么这本书绝对是你的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比夏》 侦探福尔摩斯的智慧与冒险 当然,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位穿着绅士服装 带着路斑笔帽、手持烟斗的侦探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世界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创造了这位伦敦最著名的侦探 而他的故事至今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读者 但在深入探讨之前,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走进一家酒吧 福尔摩斯说,我预测酒保将会 然后华生打断他 够了,福尔摩斯,我们只是来喝一杯的 福尔摩斯的智慧 福尔摩斯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他解决案件的能力上 更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 他能从一根烟蒂、一双泥泞的鞋子 或是一张撕破的信件中发现线索 他的方法论基于逻辑推理和科学方法 这在当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相当前卫的 柯南、道尔通过福尔摩斯的角色 向我们展示了理性思考的力量 福尔摩斯的冒险 福尔摩斯的冒险遍及英国乃至欧洲的各个角落 从乌蒙蒙的伦敦街头到瑞士的瀑布 他的案件类型也五花八门 包括谋杀、绑架、间谍活动和失窃案件 每个故事都充满了悬念和惊喜 让读者紧张兮兮的翻页 比如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 福尔摩斯面对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诅咒 和一只传说中的恶犬 而在四千名中 他则是追踪一系列复杂的密码和国际阴谋 福尔摩斯与华生 福尔摩斯与他的挚友、战友 同时也是他的传记作者 约翰、华生医生的关系 是整个系列中一条重要的情感线 华生不仅是福尔摩斯的忠实伙伴 也是我们这些读者的代理人 通过华生的眼睛 我们得以一窥福尔摩斯的内心世界 他们之间的友谊 加上华生对福尔摩斯性格和方法的描述 为这些探案故事增添了温暖和人性的光辉 幽默的福尔摩斯 虽然福尔摩斯以其严肃和逻辑严密著称 但他也有幽默感 比如他在解释自己的推理方法时 常常让华生惊讶不已 然后幽默地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亲爱的华生 这种幽默不仅缓解了故事的紧张气氛 也展现了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的深厚友情 总之 柯南、道尔比夏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侦探的故事 他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 友情的力量 以及理性思考的美 福尔摩斯的故事 就像他经常光顾的那家酒吧一样 总是让人想要再次光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三体 刘慈欣的科幻剧者 人类文明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刘慈欣的科幻剧著 三体 这部作品 不仅是科幻迷的圣经 也是对人类自我认知的一次宏大挑战 当然还有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外星人 首先 我们得承认 三体的设定 比你家的WiFi信号还要广泛 故事从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位因政治问题受难的天文学家 意外接触到了外星文明 这就像是你试图用对讲机联系邻居 结果不小心拨通了火星的客服中心 三体的外星文明 来自一个名为三体的星球 这个星球的环境 比你的情绪还要不稳定 想象一下你住的地方 每天天气都变化无常 今天可能是烈日炎炎 明天就变成了冰河世纪 这简直是气象预报源的噩梦 刘慈欣通过三体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宏大的宇宙观 其中不乏对人类文明 科技发展 以及宇宙中的其他可能智慧生命的深刻思考 但如果你以为 这就是一部严肃的科学探讨 那你就错了 三体中充满了幽默和讽刺 比如外星人为了研究人类 竟然在虚拟游戏中 重现了地球的历史 这就像是你试图通过玩模拟城市 来理解人类社会 既有趣又有点荒谬 更有趣的是 三体中的外星人 并不是那种长着绿皮肤 大眼睛的经典形象 而是拥有着远超人类的科技 和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 他们看待宇宙的方式 就像是我们看待一盘沙拉 复杂多样 但又充满了可能性 在三体中 刘慈欣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 关于人类与外星文明 首次接触的故事 他更是在探讨一个 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人类的地位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文明又能走向何方 总之 三体就像是一场 宇宙级的思想盛宴 既有深刻的哲学思考 也有令人捧腹的幽默元素 它不仅仅是科幻迷的必读之作 也是对任何对宇宙 科技和人类未来感兴趣的人 的一次思想冒险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三体 那就赶紧去阅读吧 相信我 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总结一下 我们在本期节目中 探讨了三部不同类型的 经典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 福尔摩斯探案集和三体 安娜·卡列尼娜 是一部关于禁忌之恋 和社会批判的小说 通过安娜的故事 托尔斯泰揭示了 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 虚伪和不公 这本书不仅是一段爱情悲剧 更是对人类性格 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剖析 福尔摩斯探案集 则是一系列充满悬疑和智慧的故事 福尔摩斯的聪明 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 使他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侦探 通过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故事 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 精彩的推理和冒险 还能感受到 友情和人性的光辉 而三体 则是一部科幻巨著 刘慈欣通过创造一个宏大的宇宙观 探讨了人类文明 科技发展 和外星文明的可能性 这本书不仅仅是科幻迷的圣经 更是对人类自我认知和宇宙的思考 通过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 是如何通过幽默 悬疑和智慧来吸引读者的 而且这些作品也提供了对社会和人类的深刻洞察 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你认为这些作品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我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